繼續來看是一個相當溫馴的現場 這是協志工廠 這就最上個中心裡的家庭維修廠 跟學生簡單的維修技術 跟最上鄉楊楊山為老市長來抓人以前 幫他們來修理電歌電風頂頂老古的家庭 包括六位創業與議員林鄉廷跟吳辰長林建廷 都到現場來參加 頂部相當開心說這個視線上的電風 雖然已經派去 但是現在不敢來騙騎索 真感謝學生為他們來盜修理 協志工廠電主科 主信科 以及師匠造型科 十六位的學生 以及最上個中五位家庭維修廠的社員 由冠議員林鄉廷安排維修立村的阿公阿嬤學部 聶齡 修理家庭 以及合作各種手機的工人 最上個中校長紅本相講 為了讓學生有實作的機會 今年請協志工廠電主科主任 協志工廠電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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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活動大概有七個項目 包括按摩 包括剪頭髮 包括這個玩手機 怎麼摺氣球 還有剛剛講的家電維修等等 還有卡拉OK 那我想也很感謝我們鄉廷議員 還有我們龍德村的林村長 提供這麼好的一個場地 讓我們的這些鄉親父老 能夠在這個一個有冷氣的環境之下 能夠來享受這麼好的一個美好的時光 那這個活動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水上國中 有一個家電維修的社團 那社團裡面都是我們水上的這些 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透過這樣子的學習 可以到我們社區 來為我們的長輩 進行這個家電修繕的一個服務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長輩 很多都是行動不便 那再加上說他們平常呢 就課勤課減 都捨不得把這些已經故障的家電呢 就是丟掉 所以呢 讓他們就是讓我們的學生可以進入社區 幫我們的長輩做這樣的服務 我覺得非常的有益 在這裡 有提供給這個學生 替我們家的老子大 來修復家電 也有提供這樣的一個美濃美髮 然後 跟我們家的阿公阿嬤 做回來唱卡拉OK 在這裡 還有我們水上最讚的冰店 來這裡用這個 我們的玉井 台南玉井 台南玉井的這個 芒果冰 夏天吃芒果冰 非常的清涼可口 所以我來這裡看著我們家的阿公阿嬤 大家都歡迎到笑話 兩間扮哈人真會夾一天上校長 割英人 以及水上國長 紅瓶上校長都親自告知 這位學生真真真會修理 鄉親大來派去的家電 兩班時代不用去抓人經過頭 學校經邀請 也訓美髮 藝鎮 阿公阿嬤的頭門 鄉親歡迎非常好 蔡宇表示 面對高零化的社會 社区基本都要關懷的華東 這種的合作模式 特地提供到學習 看到現任的學生 跟頂部合同笑開懷 華東把這件成功 未來這裡可以作為登校 2點空的魔幻社区 謝謝新聞 中來信 追求香 採控播等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